第二天 儿师傅去上班了 然后她在厨房 煮饭 我就起来 我说两个日子过成这样子 我说也没必要再过下去 去离婚吧 我不想再跟你过了 她说可以 她说你要怎么分 我就说反正这么多钱 我也没看到你一笔钱是吧 我也不知道你赚多少钱 有一批拆钱款 我要我那一份 其他我也不要 她就不肯了 她的钱她都没有 意思就是说我给你33年 你要我精神出户了 精神出户可以 我们就把家里的东西 全部都就砸了 你生气了 电视啊 名啊 厨房啊东西 全部都被我砸坏了 在砸东西的时候呢 她不劝我 她也拿手机拍视频 有些人心里是什么想法在当时 很生气 那天早上 我儿子一走了 我就上去开始煮稀饭 他就出来 跟我说要去离婚了 过了一会儿就开始砸东西了 你怎么看他 他为什么会砸东西 他砸东西啊 最近是很经常砸的 那你有没有就是 赶快劝劝他 好生好气的 哪怕就是哄哄他 有吗 我确实我不会哄人 结婚三十几年 我不会哄人 都是我在哄你 你在敲的时候我在拍 对 我说你在拍我就砸你 拍给你看一下你 我那个孙子在哭 我就打电话 跟着我儿子和媳妇回来 我儿子他就看到房子砸成这样子 他就很生气 他就跟我说了几句 他说你不想过就别够了 要死大家一起死了 然后就把房子点着了 儿子点着了房子 对 点着了 房子全部烧掉了 这么严重 对 当时就是我坐在插发上 我儿子插发上 你想什么陪你一起死了 我儿媳妇看到他赶紧来救火 他一个人 看他看着你不灭火 你不灭灭 我在讲话你不要插发可以吗 最后这个火势是很大是吗 后来灭不了了 叫那个119来 后来我儿子报警 我儿子也被抓了 最后回事 把我儿子全都给害掉了 他本来有很好的工作 工作没了 工作没了 那还得担责 他那两年换薪 我一边就对不起 这是对我儿子这个事情 本来我是跟我儿媳妇感觉 非常还非常好的 这是我儿媳妇对我的意见 尤先生心里是怎么看这个事的 你怎么看他儿子这个行为 就是冲动 儿子因为什么而冲动呢 因为我们两个吵架的 我们两个吵架影响的 儿子女儿都影响 两个人都影响很大 所以站在儿子的角度 你们总是这样 我也受不了了 所有毛头都对着我 都是我 我是个祸害 是祸害我儿子的 我家老鼠人人喊大